那你比如說你還可以把那個計算一個時間 Timer 有沒有 我們不是也是一樣 讓他感覺這個你要在最短時間裡面答對這麼多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裡面的數字之外 你還可以闖關遊戲 比如說第一關是數字類 第二關是什麼呢 第二關是那個文字 那文字有那個英文單字 很簡單 你就網路上查一下 什麼三千個常用 不用三千啦 三百個就好了 三百個常用 一千個才不會一千個 常用的單字 那這個單字就可以幫助你學習 有沒有 你要記單字 甚至你旁邊還可以加上那個單字的 或者最後再看那個單字的那個中文解釋 那就可以也是一個什麼呢 也是個小遊戲 那這個小遊戲就可以幫助學習英文 那這樣應該會很有賣點 尤其現在在推向什麼全民英簡 我想或者是像多益 那你可以去網路上找全民英簡的那些單字 放到裡面來 然後讓它亂數去跑 去讀到那個單字 並且秀出來它就闖關成功 那並且要在幾個 幾分鐘之內 就可以達到這個要求的話 那這樣的小程式其實就很有用了 那至於這個其他的部分呢 你們可以再思考看看 好像這 太快了 如果難一點的話呢 如果難一點的話呢 這個根本就 馬上就 這個我看到了 應該對 少一個對 對答 答對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想你們可以再進一步去 把這個記憶力大討厭的部分 稍微再做一個調整 這個是一個範例 我想這部分的話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